育苗 一个月下三天 已经给出去五十多个苗了 这些苗太挤了 光线也不够了 这个灯呢 应该拉的低一些 但是拉的低呢 有些苗呢 它就往灯那个方向长 就是长斜了 所以它就必须把灯拉高 那光线还是不够的 你看 你把这个灯拉下来以后 这个苗 在边上的这些苗 就往中间倾斜 是长的 所以没办法 所以它们不是那么多 很有光线的 现在浴盘里面呢 这个盘里面 还有几个丝瓜 从一个菜友来看 它现在丝瓜已经出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今天学了个经验 这个丝瓜你要使劲洗 把它外边的皮 反正就是 还用手机盖 把它弄的皮 给它弄薄一点 它就长得快 现在我发现另外一个方法 我把它们放在这儿上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就是暖和马 看见没有 山药的籽 朋友给的 你看比方这个 这样的话它离这个盘 离这个热垫子不近吗 热垫子在这儿 再做了 这样的话 等它出来 不止 刮捆了 然后 挺有意思的是 先种了四个小的 小葫芦 一个月以前种的 现在开始了 其实是我有经验了 其实把那个 其实把那壳就弄薄了 它就是出来就快了 其实我不懂 现在都出小芽了 看见没有,这第二个 这不出小芽了吗 小狐狼,一个朋友喜欢 然后呢 这还有个四罐 这是我育苗乙 因为刚刚一个东西 的成果 已经给出去 我这周呢 周末一定要给出去很多 因为这些太挤了,这个光线不够 你看看这个苦瓜 它那个叶,现在是长得好的话 应该是光线好的话 应该是这种,看见没有长的 这是光线好的,这些是光线不好的 就要捏那种 但没办法,是太挤了